市長 市政體好 因為上午的時候 市長有針對這個泥沙颱風來召開啟程會 你怎麼看他最後的一個定調就是汽車 泡水車補兩萬 那機車補兩千 但是因為陳時中也批評你說認為這樣的金額太少了 你怎麼看 我想政府在補助還是有一些財政紀律 那這一次是因為極端氣候的強降雨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說要看他的合理性 就是你通知民眾的時間是不是合理 那當然相關的車輛如果泡水 它可能會修閃的費用 政府不可能說完全去彌補 而是這是一個補助 它不是賠償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有一定的差別 那重點在於說 我上次已經提過了 未來的強降雨 或者是極端氣候造成的 它可能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訂出新的SOP是一件好事 那你怎麼看 現在也有議員在質疑說 在選前拋出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是不是在替您的選情加分或是幾個套 我覺得每一次都把選舉當成用這樣的方式 這是人民的權利跟義務 不是為了特定每個人的選舉 那如果照這樣的話 那中央有很多什麼前瞻金換加碼的時候 每一次都碰到選舉 難道每一次都是為了救選情嗎 我覺得把它當成人民的事情是第一位 不要每天想著選舉 如果每天想著選舉什麼事都不要做 如果要只是為了救選情 只要撒幣就好 那人民也不會接受的 黃副長請張 但是你認為 柯市長的說法是對的嗎 因為他認為說那個時候處理程序並沒有錯 而且他們不認為這個是賠償金 而是慰問金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這個叫做 你到底是不是有國公務員違法失職的部分 那才叫賠償 那因為當天是一個即時的強將議 所以他不是因為原來的行政作業有什麼錯誤 那就不是所謂的賠償 那不是所謂的賠償程序上就是政府來做後續的補貼 這是一種補貼的性質 所以狀況就是如果是公務員有違法失職 他當然是賠償 那既然是程序上面跟極端氣候的天災有關 那他當然是補償 你怎麼看今天又有兩份民調 但兩份民調的結果其實是天差地遠 那您覺得是不是又有難度在操作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各位市民朋友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為即將要封關了 今天的封關民調只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封關民調絕不可信 因為一個機構效應非常強的 還有另外一個跟自由時報一樣的 一個可以做成 又把我做成第三名 而且差很遠 另外一個可以做成陳時中第一名 而且領先很多 各位這只證明了一件事 政黨也好 藍綠也好 只想操作氣保 他們不惜操弄民調 用假民調的方式來讓大家猶豫 讓大家懷疑 封關的民調顯然就是一個 就只有三個字 不是蓋離譜 就是極其可笑 可是現在包括內湖南港的部分 都出現民視還在後面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覺得說有一些危急的狀況 所以他才叫極其可笑 各位你們這兩天有沒有跟我去掃街 你們如果要街頭上去看看民眾的反應 我想有不友善 候選人自己最清楚 重點在於這個民意調查的取樣 時間 還有他的所謂的加權的方式 這些可能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最重要的是民調即將封關 我也聽說了 有很多人他們可能冒著不惜被罰錢的目標 然後每一天公布一份假民調 每一天公布一份民調只需要罰五十萬 他準備五百萬 他每一天都可以恐怖民調 這才是台灣未來最悲哀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要希望大家做自己的主人 如果你去問問你自己身邊的人 他要投票給誰 而且這一次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年輕人 他們清楚的告訴我 他們完全不相信民調 在路上告訴我說 黃珊珊你也不要相信民調 因為我們全家八票都要支持你 當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支持我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們知道我做了多少事 原來我們的市民都放在心裡 沒有人拿出來每天在那邊做假民調 所以還是回到你自己的鄰居 社區 公司的同事 大家自己做判斷 靜下心來想一想 尤其是我希望所有的父母親 聽聽年輕人 他這次為什麼跟你想的不一樣 我想問一下 所以你認為你的支持度 實際的支持度 會比這兩份民調都還要高 那你自己評判大概會高速嗎 你看我們自己有做民調 我們大概目前為止 大概上個禮拜的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是比較準確的 也就是手機加市化 手機的部分我們幾乎都是第一名 加了市化加權可能會變成第二名 但是絕對不可能是第三名 各位 第三名的部分一直都是陳時中先生 就這個部分我非常的確定 所以請大家也不用太猶豫 重點在於 我們不會故意去做假民調 來誤導我們的市民 尤其是台北市 其實我覺得市民大家都非常有智慧 所以答案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 你自己不會去選擇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 空腔到你的公司當總經理 你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 你不做這樣的選擇 誰要去找最適合當市角的人 而不是每天在擔心說 這個人我投給他 他會不會當選 然後又怕另外一個人當選 每一天這麼猶豫這麼痛苦 你要投下去的是你自己的未來 你投下去的不是年色 而是你自己未來四年 你要繼續痛苦 還是要能夠讓他讓這個城市繼續往前進 我覺得每天不用看民調 看看你自己身邊的人 高宏安的那個最近的狀況 一直被人家爆出來 甚至還有人說他們有鐵證來證明他的準備有問題 那你怎麼看 如果真的這些證據都被一一證實的話 那這樣子還停得下去嗎 有鐵證就請拿出來啊 有鐵證為什麼還要藏著呢 鐵證不是現在就可以拿出來一刀斃命嗎 每天講含有鐵證的人 請他拿鐵證出來 沒有的話就請他閉嘴 你怎麼看這個蔣萬安就是也喊出臺北招安 這個口號是不是跟新竹招安很相似 我覺得大家看看笑笑就好了 對 之前這個要參選竹北的林冠妍他提到說 這個新竹或者是臺北只要談到藍白河 都是政治利益分張 沒有政治利益 甚至會拖垮第三勢力 或是您覺得林冠妍這段說的話您覺得站得很好 我覺得台北跟 我在台北已經很忙了 不知道不太清楚清楚的狀況 重點在於我們希望 台北市民 偉大的市民 你們不是藍的 你們也不是綠的 你們都是自由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因為你們有選擇的自由 所以才不需要被藍綠綁架 所以我們還是強調 不要是誰的勢力好了 台北市民 或者是全國的人民 他都不是藍跟綠的競爛 他有自己的自主性 不是顏色旗幟 然後你就只能歸對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點 做自己的主人 你有選擇的自由 我們不可能看入府的民調 趙紹康是說 就是您一直強調推倒藍綠高強 但是柯文哲是在民進黨的支持的時候才當選的 然後好龍斌也說柯市府最近的水門或是陳柏的缺失 導致你的民調才會落後 想問一下怎麼看這兩位的說法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回應的 因為這個民調本身自己就很有問題 那這兩位先生長期以來主張棄保 也不是今天才說的 他已經說很久了 還包括赤裸裸的政治分章 後來自己又說回去 本來誰說要新竹換台北 不是嗎 後來自己又說回去 這樣講話的人的話還需要聽嗎 為什麼看現在藍綠兩黨都在打家人牌 家人牌 因為名人牌沒用了嘛 然後政黨的大老牌好像也沒用了 現在只剩下家人牌 打家人牌也很正常 但是因為我的家人全部都是軍人 我們家有12個職業軍人 大家都因為有工作的關係 沒有辦法出來輔選站台 這是我們家人的困難 但是我相信我最大的家人支持度就是我們台北市民 所以其實他們是願意出來在暗影身份 你有跟他們聊過這個事嗎 因為他們有 其實還在公職啊 黃國長請教一下 有學者說 美國因為國家安全問題跟貿易投協議題 然後對於中國半導體的加重制裁 他認為說台北是作為分布ID設計研發的中心 那首都市長他應該要對這些議題表態 是否會對中國制裁 那對半導體產業有什麼樣的規況 我想這個是中美貿易大戰 他們本身有他們的狀況 那作為台北市 我們雖然有非常多的產業 但是他們都是跨國的公司 他們必須符合全世界這些 所謂的貿易的布局 還有相關的法規 我們會站在當企業的後盾 讓協助他們能夠渡過這樣的難關 因為不管怎麼樣受害的可能都是我們的產業 所以應該要讓他們在他們的領域裡面 而且相關的政策方向 牽涉到這些所謂的制裁 還是中央政府的資權 所以應該是中央政府有清楚的產業布局 而不是讓各個地方做各自為政 重點是在於政府要做產業的後盾 不能變成扯他們的後腿 我們怎麼看長萬一直在強調矽谷經驗 你覺得有用嗎 我一直不太知道他的矽谷經驗是什麼 因為矽谷有很嚴重的高房價的問題 還有資本金錢遊戲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他的矽谷律師的經驗是在做城市治理嗎 那看起來好像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幫中國大陸很多的公司到美國IPO嘛 所以這個經驗我覺得跟城市治理好像沒什麼關係 我覺得在台灣生活的經驗 他的台灣當立法委員的經驗好像都不是他最重要的經驗嘛 那城市治理不是只有做律師的經驗 我做律師的經驗其實沒有辦法做治理的 做律師只能大概個案的了解 但是對城市的發展可能還有全盤通盤的 滿心的對地方的熟悉 還有對整個事物的協調 單單只是一個所謂在那邊生活過的經驗吧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